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节是在新约圣经的273页 翻到了以后我们恭敬的心来领受主的话 在教会服事三十多年 我最常参与的圣公之一 就是为弟兄姐妹证婚 或者在婚礼里面参与一些服事 三十多年来 我参加弟兄姐妹的婚礼上百次 我算了一下 证婚也超过一百次以上了 在主持婚礼的时候 我很看重每一个细节 因为通常那个是那一对新人一辈子的一次 唯一的一次 大家都看重这件事 我特别注意新娘的入场的程序 新娘入席虽然只是走一段短短的红毯 却是状况百出 所以如果是我主理 或者是我替新人证婚 只要是我有预言 是我预言的 我就再三的告诉新娘 她应该怎么走这一段 怎么走这一段 看起来很短 其实很长的红地毯 多年以来 为新人预言的时候 我通常都亲自给新娘示范 我给新娘示范到一个地步 他们跟我说 你又不是女的 你怎么知道怎么走红毯 我说因为我看到太多了 而且我也去跟人家那个 那个礼服公司的人学 我告诉他们怎么处理 因为新娘采到婚纱的比例 是很高的 所以我就给他们示范 我还告诉他们 万一采到婚纱 该有什么反应 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那个婚纱 不继续被采到 不继续被采到 你要知道 连续采了两三下 如果她是有蕾丝到这里的 那还好 只是觉得这样而已 对吧 那如果是有V领的呢 那就越采就越深 对不对 那当然你现在 你已经结过婚了 或者你还没有要结婚 我现在不要在这边教你们 我都仔细地跟她预言 也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事 也告诉她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即使是这么仔细地预言 十个婚礼当中 新娘总有五六个 还是会采到婚纱 而且让新娘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很难过呢 因为第一 预言的时候已经讲了 而且叫她回去练习了 她的难过是 为什么我还会采到呢 第二 他们觉得采婚纱走红毯 本来应该是很漂亮 很光荣 而且那天她是女主角 你知道新郎上来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起立 对不对 新娘上来的时候 我们都起立了 所以她才是最佳女主角 可是她走起来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有的时候是寸步难行 非常尴尬 新娘常常因为这样手忙脚乱 而烦恼 新郎站在前面 就不知所措 不知道要怎么办 因为通常练习的时候 两个都一起教嘛 两个都一起教 然后就觉得说 怎么会采到呢 然后参加典礼的家人 亲戚啊 朋友看到他们的窘况 也插不上手 在那边干着急 证婚很多年以后 我自己也结婚很多年了 我第一个证婚的时候 我才24岁 我替别人证婚的时候 我才24岁 我才24岁 我结婚很多年了 也证婚很多对了以后 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婚前辅导做了很多 婚后都毫无作用 婚前辅导是聊背一格 能解决多少问题不知道 当然了 因为这个没有做过实验 也没有对照组 对不对 而且每一组 也都完全不一样 也很难说 先交了 或不交会有什么差别 不 无论如何 婚后感情很好的 从来没有来谢谢我过 婚后吵架的都来了 所以我就知道 那个比例 婚后不合的很多 很多 结婚多年以后 我也大部分就 不要去参加 不必去参加那个 预演了 我也不用跟他们 女儿手过了 所以有人说 我们教会是没有 我们教会都在下面 很多教堂是坐在上面的 因为是正婚的 或者是正道的 所以我都坐在上面 我常常看到新娘走进来 彩道婚纱的时候 我就不会太紧张了 为什么不紧张呢 因为结婚典礼的 这一个不顺利的小插曲 不过是婚姻生活当中 一个小小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最小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毫不起眼的问题 等他婚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发觉 那个彩道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现在看有的时候 新娘步步维艰的往前走 我常常在想这样也好 让他知道婚姻没有那么容易 婚姻没有那么容易 以福所书第五章 二十二到三十三节 这段圣经 就是给夫妻写的 就是给夫妻写的 是写给做丈夫和做妻子的 当然我们今天在座的 有一些弟兄姐妹 现在并没有婚姻关系 我相信这段圣经 对你仍然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 因为婚姻是最基本的 或者最亲近的 两个人的人际关系 两个人的人际关系 如果这个部分 你能明白怎么处理 注意听 你能明白怎么处理 大概你所有的人际关系 都会改善 因为夫妻是最难的 没有比夫妻的人际关系 更难的 如果你能够明白 如果你能够处理 如果你能够了解 那么对你的整个的人际关系 应该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今天 如果你是个有婚姻关系的 那我请你仔细的 想想你的婚姻 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圣经 我不是在讲我的经验 我知道人的经验 社会的风俗跟习惯 跟圣经有很大的差距 等一下我讲起来 你就会知道 很大的差距 可是今天讲圣经 我盼望你能够用在 你自己的身上 如果我们当中 有人是没有婚姻关系的 也没有问题 我会告诉你 对那圣经仍然对你有 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你知道吗 天主教的修士 跟修女他们 他们是自己愿意 没有婚姻关系的 那么他们没有婚姻关系 他们以谁做婚姻关系的 学习的对象 或者跟谁结婚呢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修女就是嫁给耶稣的 他以耶稣做他的丈夫 神父 不是以耶稣做他的妻子 还是以耶稣做他的丈夫 还是以耶稣做他的丈夫 所以对他们而言 他们自己不要有婚姻 这一件事情 他们仍然有一个结婚的对象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 我们应该有一个学习的对象 我讲学习不是我学习他 是我以他当作我的学习 因为这个缘故 今天我们讲到的情色和名 主要的当然是对着夫妻说的 所有的其他弟兄姐妹 也应该有所学习 所以我们周报的最下面 会有三个题目 这三个题目是你这周回去之后 你要思想的 你要思想的 教会长老们经过讨论 决定要每一次有三个题目给大家 大家要把周报带回去 好好想一想 这周讲到完之后 我要把什么活在我的生活当中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圣经 其实是指着夫妻 但在整个以福所述的整个的结构里面 他还不只是指着夫妻 他把整个上帝对人类的心意 写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婚姻生活是一个人 行事为人的一部分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圣经是提到夫妻的一段经文 但是这一段经文却不只是指着夫妻 因为他在整个的以福所述里面的精神 我们发现他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什么叫结构性的问题呢 那就是以福所述 保罗被圣灵感动 所写下来的以福所述 是提到上帝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当中建造在三个合一的上面 三个合一 第一个合一是五章三十一节 请我们来看五章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看五章三十一节 五章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第一个合一 是指的夫妻的合一 是指的夫妻的合一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合一是指夫妻的合一 这个合一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我讲很麻烦 是因为人类的思想跟圣经不一样 人类的思想跟圣经不一样 如果你是很深度的受到基督文化的洗礼 或者你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可能你的观念会有这些观念 如果不是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可能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可能你是第二代的基督徒 我们基督信仰的深化 还不够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句话 我们有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不仅是中国人这样 很多人的想法也是这样 很多的民族的想法也是这样 那中国人的想法是什么呢 中国人的想法说 父子是天合 夫妻是义合 义是有人义道理的义 什么叫做天合呢 父子是天合 就是父子是上帝造成的 天造成的天合 夫妻是义合 夫妻有义 怎么样 就合 那不义呢 就不合 这中国人的观念 中国人的观念 所以在整个的观念里面 我们就看父母子女的关系 比夫妻还重要 对吗 是吗 中国人的观念是这样 很多人的观念也是这样的 我相信包括我们在座 很多基督徒的观念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好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 说 兄弟如手足 夫妻如衣服 你们中文也不好 兄弟如手足 夫妻如衣服 所以兄弟如果吵架 就打断手骨了 夫妻如衣服 怎么样 可以换掉 所以多少时候家庭就纠结在这个里面 因为武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父母子女有血缘关系 甚至兄弟有血缘关系 可是夫妻却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可以离婚 我不处理能不能离婚的问题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要处理 但是在这边 他告诉我们 为这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件事情 不是指我结了婚之后 搬离我家 跟我的妻子住在一起而已 这么简单 也不是我们两个有夫妻的正常性生活而已 各个不是这样 他在这里是反映出圣经在创世纪里面说 妻子是丈夫的肋骨拿出来做的 好了 你可以把我当成讲西游记 没关系 信不信也没问题 这牵涉到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夫妻生活 这里并没有说 所以我跟夫妻好到一个地步 可以把父母丢掉 儿女不管 兄弟手足都不管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这里有观念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夫妻 这里告诉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你千万不要误会 是肉体的合一 不是单止这个 也不是精神上的合一 不是 他是在神的创造里面的合一 他是本来就合一 当然我知道 夫妻两个个性完全不同 对不对 我结婚了早还运气好 结婚越晚越辛苦 我结婚的早 两个人的脾气都养了二十几年 结了婚后慢慢磨 磨到现在五十几年 也磨得差不多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才三十几岁 如果你三十几岁结婚 你四十几岁结婚 你更辛苦了 因为三四十年的脾气 你以为容易改啊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夫妻两个是 本来就在一起的 本来就在一起的 以后分开来 分开来是因为 从人的角度来看 然后以后又结婚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可是在神的国度 在神的思想里面 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妻子是丈夫分出来的 然后又结婚 这第一件事情 所以请你在我们的讲义的里面 上帝看中的 有什么的合一的 最后面一个写 夫妻的合一 这是以福所述五章三十一节 夫妻的合一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第二 我要来念一段的圣经 请你们听 在二章十四节以福所书 讲到另外一个合一 他说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就是耶稣基督 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以福所书 二章十四节 这里的两下 不是指的上帝跟人 两下指的是犹太人 跟外邦人的和一 在二章十四节讲的是 十字架上的两边 犹太人跟外邦人 就是人跟人 就是你跟我的合一 就是教会的合一 你先写下来 教会的合一 第二个 上帝看中的合一 有第二个 教会的合一 教会的合一 教会的合一是什么呢 教会的合一是 你跟我本来就是一家人 是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生在不同的家庭里面 以后 因耶稣基督的血 救赎 我们自知 我们原来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又合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是家人 这个也跟我们观念不一样 不要说我们在台湾 这里的弟兄姐妹是家人 你到国外去 我有一次到纽约去聚会 听说那个教会很热情 敬拜很好 讲道很有力 我就跑去 我就跑去呢 他那个是 自己的教会的地方 要排队的 很长 我们看哇 排那么长 我们说 我们今天聚不到会了 后来他有一个门 叫做Newcomers 新来的 第一次来的人 你可以走这个门 第二次就不可以了 所以你知道 人家的设计真的很聪明 还要让Newcomers 第一次不用排队 那问题呢 你这样他就知道 你是新来的了吗 你听得懂吗 因为我们就在说 等一下我会问说 新来的请举手 大家都不肯举手 对不对 可是如果排队排得那么长呢 你说新来的走这个门 他们就走这个门嘛 我一走进去 他们就上来了 哇就一直跟着 就说 你欢迎你现在从哪里来 我说从台湾来 有一个黑人 我到纽约去 那个黑人 胖的不得了 你知道吗 胖的不得了 后来一看我 他就看过 他说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台湾来的 他一把就抱过来 就把我抱着喘不过气来 他不是礼貌性的那种抱 他不是 他就是抱 我就 我很不舒服 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说 这有点奇怪 对不对 可是对他们而言 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 You are my family 把我吓一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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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I'm not I'm from Taiwan 我是中华民国来的 我不是的 后来他就说 你从台湾来的 你等一下 他说我们这里有个台湾人 我去找他 你知道吗 他讲完他就跑了 我哪里等他 那个会场里面 上万人 我去等他 我都还找不到位置 你知道吗 我就跑进去 你知道后来 他拉了一个台湾人 到处找我 就在会堂里面 到处找我 不是我们这种小会堂 在剧场里面 知道吗 就来找我 We are family 这是教会的合一 今天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我知道你不一定喜欢我 我告诉你 老实告诉你 我也并不是很喜欢你 但是我们是一家人 耶稣基督做成的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道理 你知道我们的教会里面 讲的都是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是不是 不 我们讲的跟这世界上 讲的真的不一样 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 两下合而为一 两下合而为一 你跟我是一家人 虽然在做法上面 还有很多 挚爱难行之处 可是我们是家人 我们是家人 这是第二 这是第二 第三 的合一在 第一章第九节十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因为这一章 这一节很重要 九节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一章九节十节说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这里提到的是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将来有一天 都要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同归于一 所以第三 你要写下来 是第一个 上帝看中的 有天上地上合一 天上地上合一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三个合一 在整个上帝的设计里面 将来有个天上地上的合一 后来在现在 有一个教会的合一 还有一个我们夫妻的合一 夫妻的合一 这是上帝所造的三个合一 那这个合一 是我们将来一定要面对的 或者说我们一定会发现的 当然啦 今天因为我太不喜欢你了 我实在不想在 临生南路礼拜堂聚会 我搬到别的教会聚会 It's ok 没有问题 就是今生不见面嘛 老死不向往来 对不起 老死可以不向往来 死后必须再见面 因为到时候天上地下 都要合一的 你不喜欢我 我到时候还要再见面的 那不然有一个办法 你别去 我是肯定要上去的 上不上了去 那是我的事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不喜欢我 可能你这辈子逃得了 也逃不了永远 而且将来见面 我们都会认识 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一块 有关灵的部分 到时候我们一定认得 一定认得 虽然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形体了 我们所有的 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 不是指这一个 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灵 所以我们的灵跟我们分开来以后 这个肉身就成为土 以后已经结束了 就没有用了 那个灵才是回到神那里去了 我们都要见面 那是天上地上的合一 这个是一个上帝从 的启示给保罗 让我们知道的 你要知道 如果你知道一件事情的原理 你才能够做下去 你不知道一件事情的原理 你很难活下去 你为什么要爱一个人呢 就长得那么不奇怪 就长得那么奇怪 我就是很难接受你这么急的个性 我做事情就是要这样 我为人就如此 我们很难在一起 但如果我们知道 天上地上的合一 教会的合一 和夫妻的合一 是上帝看重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地上来活呢 其实以福所书是从远的讲到近的 大的讲到小的 理论讲到实际 所以他先讲基督里面将来永恒的合一 第二个他提到教会的合一 第三个才说到二人成为一体 如果从这个顺序来看 简单的做法应该是 先把夫妻的这一块做起来 教会合一才有希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因为以福所出在1992年的时候 我弄得非常清楚 感谢主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教会要好 家庭一定要好 家庭如果没有好 教会不会好 对不起我这样讲 有违背于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人的观念 我讲的是中国基督徒的观念 到现在中国基督徒在大陆还这样 结了婚以后 太太丢在家里 然后他去做服事 回来的时候 然后家里一团乱 夫妻 像弟兄姐妹 我讲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亲子关系 我常常 我在那边培养很多传道人 我就跟他说 像你的孩子这样 你花那么少的时间照顾 然后你告诉我说 你在外面有多少成就 我可以告诉你 上帝不喜悦你 我不是吓他 你生的你都不养 你去养别人的 你不要骗我 那个是逃避责任 那个是减好的做 我告诉你 最难的叫做妻子 最难的叫做儿女 最难的不是别人的孩子 我辅导你的婚姻 有什么困难呢 又不是我的婚姻 对不对 我讲完屁股一拍 我就走了 做不到是你的事情了 我自己的婚姻呢 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事 我非常看重 真的夫妻的关系 我自己结婚 过了一会儿 我就开始成立 教会的情色团庆 那个时候有 后来我就介绍 六七对夫妻 一直进情色团庆 进不去 因为人家都是有生孩子的 我们这种 这种你叫养家婆 关心的议题 根本跟他们不一样 后来没办法 没办法 后来我就把它成立 一个小组 就成立一个小组 后来得罪了当时的 情色团庆的辅导 他说你为什么 可以重新开一个小组 我说因为进不去 你们那里 他气得不跟我讲话 他说你做长老的 带头不守规矩 你又牧养不下来 我们得自谋生路 以后我成立非常多的 夫妻的小组 夫妻不好 教会不会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现在教会里面 很多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主要同工 我问你 他一跌倒 他的教会呢 他一跌倒 他的教会呢 你知道他跌倒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 还不是钱 还不是名 还不是权 而是家庭跌倒了 家庭跌倒了 教会就损失很严重的 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 今天早上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来讲到有关于 家庭方面的问题 或者我更准确的说 是夫妻的关系 我们有理由相信 撒旦要破坏神旨意的成就 有三个神旨意的成就 撒旦要破坏神旨意的成就 第一步应该不是 破坏教会的合一 虽然我们看到 教会有许多的软弱 许多的困难 许多的困境 教会是人的组合 教会当然会有人的问题 当然还有神的恩典 也有人想在里面做王 也有人想在里面掌权 也有人要说 你一定要尊重我 至于教会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当然是很难解决 但以现代的社会来说 或者我准确的说 不只是现在 从起初就是这样 撒旦要破坏一个家庭 比破坏一个教会 努力的多了 而且他知道 我们在家庭里面不警醒 我们在教会里面 比较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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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一直期望 教会复兴的时候 期望上帝恩典 临到我们的教会 临到我们的土地 临到我们的国家 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 组成教会的这些家庭 到底应该是个怎么样的家庭 是个怎么样的家庭 当我们为教会祷告 让教会可以复兴 希望教会在这个世代 发光作严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 组成这个教会里面的 每一个家庭 它的状况如何 如果教会里面 这么多破碎的家庭 这么多不完整的家庭 如何促成教会复兴呢 我告诉各位 是不可能的 我们极面有表面的复兴 其实长期来说 都不是办法 都不是办法 所以我现在带 大概六七十个传道人 六七十个 在不同的国家 我第一个跟他们说 你们不用跟我讲 你们教会有多大 我对那个没兴趣 我第一个关心的事情是 我 我 你 跟神的关系 我 跟神的关系 工作怎么样 没有了不起 人家做企业 做得比我们还好 你同意不同意 人家研究东西 比我们还认真 你觉得呢 人家在大学 做一个教授 study他的 他的paper 他的project 他指导他的学生 写博士论文 比你我做教会 努力多了 我们没有再比这一个 我常常挑战传道人 我挑战我自己 我今天也挑战你 当我们提到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上帝 神的时候 我们心里想到的 我更多是他 还是你 我再说一遍 当你讲到上帝的时候 当你想到上帝的时候 当你讲到上帝的时候 对上帝而言 他在你心中 比较多的是他 比较多的还是你 刚才在唱诗 我不知道你在唱的时候 你是 在对你唱 还是在唱他 听不懂吗 我的语言 听得懂吗 其实在我们的里面 上帝都是他 很少是你 那是我们的问题 刚才 敬拜部的部长 文元在那边跟我谈很多 他就跟我说教会有什么 敬拜部要什么改变改变改变 他问我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说文元 我说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 我们戴敬拜的同工 洪昌 我们的实情 礼节 我们的敬拜同工 什么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更多的是你 而不是我们来敬拜他 好一点了 什么时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心里面不是在到处讲他 而是在跟你祷告 思念你 我自己常常问我自己 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你是个讲员 你是一个到处跑的人 你是个做机构的人 你是个带领教会的人 你心里当中 上帝到底是你还是他 上帝到底是你还是他 什么就是他呢 就是我现在正在讲他 你听不懂吗 我现在正在讲他 可是我心里面有没有你呢 我心里面有没有你呢 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可以很好 可以很好 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很好 我今天讲的是我们所有的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都是还不错的来聚会的基督徒 还不错我今天还下大雨你还来 还不错我教会不是最复兴的时候你还来 还不错我教会没有发任何的礼物你还来 你已经是相对最好的一群基督徒了 可是在我们的里面 你的成分有多少 他的成分有多少呢 我们常常传福音呢 传福音是讲他吗 回去有说你吗 还是你 不是很熟 不过我可以讲他的 因为这本书讲了很多他 你注意我讲了这本书 我没有说这本圣经 这本书讲很多他 我把他拿出来讲讲就好了 其实在我们里面我要挑战你 有多少时候你跟神说你 多少时候你跟人说他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弄对这个事情 我们很辛苦 很辛苦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虚的东西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教授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医生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好专门的职业 我告诉你你的专门的职业熟悉的程度 到了一个地步 你在讲你那个专业的时候 你是很有把握的 因为你很有经验 可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不是这一个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是我们跟他到底有没有实质的来往 真实的来往 他在里面到底是我 跟他 还是我跟你 我跟你 我今年 我今年七月 在 在 瑞典式的哥尔摩讲道 北欧的营会 碰到另外一个讲员 David Baugh 他就是三一神学院的新约系主任 我跟他谈这件事情 后来他跟我讲 他跟我讲 他说李章楼我一辈子没想过这个问题 他是新约系主任 Trinity的新约系主任 他后来我们两个要分手的时候 在营会要分手的时候 他过来握我的手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 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要学习 他是新约系的主任 是我们福音派重镇 他说我从现在开始 要学习 跟神的关系 你多于他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因为这个缘故 当我们在讲夫妻的时候 你才会有个准则 夫妻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书 你都可以参考 你不一定要参考这本圣经 这本圣经 翻得又拗口又困难 对不对 又不符合人类的思想 又不符合在世代的潮流 我们干嘛读它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需要了解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如果没有弄清楚 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准则 我们很难把事情做好的 其实撒旦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声东及西 他其实是要破坏教会 我们就看着教会 就没想到 他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他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他主要的透过破坏家庭 来破坏教会 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们会为教会祷告 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相处 的时候我们非常小心 可是我们一回到家里呢 哎呀 有一个人最了解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配偶嘛 所以我们回去之后呢 完全放松 我没有说叫你回家 要怎么样的装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倒过来反而是说 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家庭祷告 我们有没有守住我们的家 我们的夫妻生活是怎么样 我们怎么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 我们怎么样跟我们子女的关系 是怎么样呢 台湾的社会 夫妻关系的破裂很严重 婚外情很多 我刚刚从美国回来 不是刚刚从美国 我刚刚去美国又回来了 我离开台北 回到台北的机场 出去回来 55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坐飞机 我进美国 30个小时 我进美国海关 就很头痛 我上次也是进去 两天 我进去他就把我抓到小房间去 他仔细地问我 你进来干什么 所以我这次去 我就一直祷告 我就跟祖说 我这次进来 30个小时我怎么跟他说 我怎么跟他说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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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进去他就问我 我就 因为我心里已经预备好了 他问我说 你进来做什么 我说看朋友 他看着我 进来几天 两天 他一直看着我 我就一直看着他 他说然后呢 我说 什么然后 他说然后你去哪里 我说我然后就回台湾了 他说你进来多久 我说我进来 两天 他就看着我 他就签 把我签了 就让我进来了 就让我进来 我到美国 我每次到美国都有个感觉 你知道美国很大 对不对 都在开车是不是 然后我们走那个carple lane 就是那个 两三个人才可以进来的 而且我问他说 这是两个人可以进来 还是三个人才能进来 他说两个人就能进来 我说 哇这条路是顺的 你知道吗 所以美国人都是 一个人开一辆车 一个人开一辆车 我就心想说每个人 一人开一辆车 然后家又跟公司这么远 然后人际关系这样 婚姻能不出问题吗 台湾也是一样啊 我常常跟太太说 丈夫如果真的要偷吃 你绝对抓不到 你绝对抓不到 所以永远 有小三太太永远是 最后一个知道的 所有人都知道了 你最后一个知道 为什么 怎么样可以防止这样子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里面 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指导 请你写下来 夫妻相处直到彼此顺服 互相联合 彼此顺服 互相联合 在以夫所书第五章 二十一节到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婚姻的总纲里面 是两个人都要知道的事情 二十一节提到的是 两个人要彼此顺服 不是只要求妻子顺服 丈夫 但这个部分因为有点复杂 等一下我会有点点的讲 当我们读到以夫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三节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你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 你发现竟然 圣经上教导我们做丈夫的对妻子 只有一个要求 做妻子的对丈夫的也只有一个要求 换句话说 上帝告诉妻子说 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 你作为一个妻子 你就已经是一百分了 又告诉丈夫说 你只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是一百分了 换句话说 你没有别的事情要做 其他都是衍生出来的 等你读完这段圣经之后 等你今天讲完 如果我讲得清楚的话 如果你也听得明白的话 我们会知道 婚姻不像社会上出的那么多本的书 他们说什么呢 怎样爱你先生一百招 有没有 我会这一百招 我就不用看你的书了 你听得懂吗 我哪里有办法弄一百招呢 或者怎样为你妻子祷告 这都是错误的命题 不是怎样为你妻子祷告 应该是怎样为自己祷告 你都没为自己祷告 一天到晚为妻子祷告 所以你要改变 你要改变 你要改变 要改变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因为我要他改变 我要他改变 祷告都是要别人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婚姻里面 上帝有原则的 你要照着这个原则做 你就会发现神赐福婚姻 并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 你知道吗 你并不因为你是基督徒 神就赐福你的婚姻 没有这回事情 是因为上帝要有一个原则 你要照那个原则做 当然原则里面有很多的前提 是基督徒才接受的 这个我可以说 没有问题 这个原则的前提是 很多是基督徒才能接受 可是我告诉你 我看过好几个婚姻是 好几对的婚姻是 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 夫妻感情非常要好 因为她遵守了神的原则 遵守了神的原则 可是我看到更多的基督徒 她以为她是基督徒 所以她的婚姻会很好 No 没有 根本没有 因为她没有照着神的原则做 你知道做每一件事情 都有她的原则吗 你做每一件事情 都有她的原则 我们现在有手机 对不对 而且手机太多种类了 我从来没有 别人跟我说 李长老 我的手机响了 我现在正在开车 你帮我接手机 我接起来过 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她的手机 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说 你怎么弄怎么弄 他讲起来很简单 我做起来很困难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手机都不一样 你要知道 你要了解 你要知道怎么做 你才会呢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就没有办法 你知道这是原则问题 婚姻也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很感谢主的事情是 圣语上讲到婚姻 丈夫只要做一件事情 妻子只要做一件事情 或者说 丈夫只要了解一个道理 妻子只要了解一个道理 婚姻就好了 我看你们一副很不相信的样子 真的 我可以告诉你 就这么简单 问题是你要能够简单 是这个原则简单 你明白并不容易 明白就要做到更不容易 不过 真的很简单 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我按照圣经分享 不是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 我有的都是失败的经验 我等下会提供很多我失败的经验给你听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圣经上就这样写的 我们现在有十分钟的时间 请弟兄休息一下 我们专门讲姐妹的部分 我请弟兄休息 是请你真的要休息 不要专心的听我讲 原因是你听我讲以后 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 有百害而无一利 因为这是圣经对姐妹说的 不是让你用来对你的妻子说的 听得懂吗 很多人读圣经都是为别人读的 从来不为自己读圣经 读了就说你是个罪人 从来不说我是个罪人 对不对 所以你不可以说谎 自己却说谎 很多啦 很多啦 所以我们今天呢 对姐妹说的时候呢 请姐妹听 那请弟兄暂时休息 等一下我会叫旁边的人 把你叫醒 没关系的 你如果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话呢 现在可以趁这个时间 十分钟睡一下 十分钟睡一下 我请姐妹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弟兄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会叫 叫那个弟兄起来听 另外一段 那现在我们请姐妹 姐妹仔细听 一起念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二十二十四节 我们请姐妹来念 预备 你们做妻子的 这就是圣经上对于妻子的要求 就是这么简单 有人听不懂吗 有人看不懂吗 没有吧 很简单 我再为你们念一次 不是我要求的 我再说一次 不是我要求的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 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年代啊 这两千年前写的东西 我是新时代的女性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我们在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你怎么用这个来要求我呢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上帝设立婚姻 对于妻子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顺服 许多做妻子的会说 这简直就是男女不平等嘛 为什么要我先顺服她 而不她顺服我呢 也有姐妹跟我说 我比她聪明 我比她属灵 我比她能干 我比她强 我为什么要顺服她 我这样讲的时候 都不是假设的 都是有人亲口告诉我的 有一次两夫妻吵架 那个妻子拉着她的丈夫 气呼呼地跑到我办公室 当然是先打电话来约过了 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就跟我吵 就说 为什么 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听她的 为什么不听我的意见 我就说 因为你们两个是夫妻 那你们两个的意见不一致 我当然是以先生的为主 她问我为什么 她说 你不觉得我比她聪明吗 然后她说 你不觉得我比她的意见还好吗 我都不能回答她的问题 maybe她的意见比她好 我说 问题你们两个是夫妻 我只能选择一个人的意见 所以我就选择了你 丈夫的意见 她就跟我说 她说 我告诉你 她今天可以信主都是我传给她的 她能够扶持都是我扶持她的 都是我为她祷告出来的 没有我就没有她 她说 我们两个生活呢 她说 我比她决定事情更好 她说 不只是我这样想 连我先生也这样想 你问她 她先生一直点头 对对对 为什么我要顺服她呢 她就问我 为什么让我听她的呢 我只能说 I'm so sorry 你先生是你的头 甚至于 那个做弟兄的 那个做丈夫的说 我头让给她 你头不能让给她 她说 我太太比我能干 我太太比我好 我听她的就好了 为什么叫她顺服我呢 这她先生说的 她先生说的 我跟你讲 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情 我只是不要把那背后事情讲出来 因为那背后事情讲出来 更可笑了 可是我告诉各位 婚姻是上帝设计的 是上帝设立的 他有计划的设立婚姻 他有许多设计婚姻的原则 他可能没有讲出来 但经文告诉我们 如果你按照那个方法 经营你的婚姻 你的婚姻会非常美好 就是你们做妻子 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 当然这有一点点的原因 我在这边做个解释 没比你会好一点点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说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 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 换句话说 夏娃是从亚当身上拿出来 做出来的 他们两个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 丈夫是做头的 妻子是丈夫的肋骨 你喜欢不喜欢 我也没办法 按照这个世界 我也不相信这个东西 可是圣经上这样写 所以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我父亲火化 我妈妈就 我叫她说 你不要去了 爸爸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这个不就是个身体 我们处理完了就好了 后来我们就说 每一个人给爸爸留一块骨头 大家可以思念爸爸 爸爸到主那里去了 可是我们舍不得 就思念他 我就那天拿了一个小容器 塑胶的容器 塑胶的容器 那我就到那边 就用筷子夹 夹一个放进去 然后把它塞得很紧 带回去给我妈妈 你放心 那个比我们还干净的 因为那个经过高温烧的 所以比我们还干净 我们比它还脏 你放心好了 不要害怕 然后那个带回去给我妈妈 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说妈 带回来给你了 妈说怎么样 我说这是爸爸的骨头 她说哦 我说我把你找回来了 我妈说为什么 我说这是一个肋骨 我把你找回来了 这就是你自己 我开了她的玩笑 妻子是从丈夫身上分出来的 所以你要顺服她 或许你不相信这件事情 或许你说你不是基督徒 你不要这样想 在婚姻的设计里面 上帝设立了男子做女子的头 丈夫是妻子的头 因为这个缘故 妻子顺服丈夫 妻子顺服丈夫 但所谓做头是个语言语文的问题 我稍微跟你解释解释 有人就说 那怎么顺服呢 凡事听她吗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当我们说到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 不是说完全不讨论 不考虑 不思想 就把丈夫的话 照单全说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她只是讲到 谁到底要负最后的责任 到底是谁能负责任 我告诉你 妻子不能负责任 请你不要难过 丈夫醒一醒 我告诉你啊 婚姻永远是你的责任 如果婚姻失败 不要推给你的妻子 说你的妻子是泼妇 这个泼妇是你造就出来的 婚姻有问题 一定是丈夫的责任 就照圣经所说的 妻子没有责任的 因为她只能顺服 只能顺服 如果丈夫要负最后的责任 那么就应该让丈夫做最后的决定 这是圣经的决定 这是圣经的规定 我常常鼓励做妻子的时候 如果你的先生的决定 如果你觉得你的先生的决定 想法做法不够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怎么做 因为你是一个帮助者 什么叫做帮助者呢 帮助者就是被设立出来 帮助那个被帮助的人 那被帮助的是什么意思 被帮助的一定有他的软弱 被帮助的一定有他的缺陷 被帮助一定有他的不足 被帮助一定有他不够的地方 不然我就不叫帮助嘛 对不对 有一天我到一个姐妹家里去 我们夫妻去 然后她就在那边煮饭 煮得满头大汗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她就说你不要来帮忙 我问她为什么 她跟我说你越帮越忙 所以我不是一个帮助者 我不是一个帮助者 后来有一个姐妹来 那个是很会烧菜的 她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她就过来帮助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过分 对不对 我要帮助她不让我帮助 她要帮助就让她帮助 你狗眼瞧人低嘛 对不对 不是因为我不是个帮助者 现在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所以你做妻子的是个帮助者 显明上帝在配合你们的时候 你就是个帮助者 你就能帮助他 你一定能帮助他 因为上帝就是这样设立的 除非你们两个没有经过上帝同意就结婚 那我是没办法 如果你不是他的肋骨拿出来的 那我也没办法 可是因为你是上帝设立出来帮助他的 所以当你认为他不够好 他不够对 他不够完整的时候 而是帮助者 作为一个帮助者 你应该怎么帮助他呢 你应该怎么帮助他呢 你应该鼓励他 你应该支持他 你应该劝告他 你应该跟他讨论 你应该想尽办法 让他明白怎么样会更好一点点 这是你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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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要这样做 所以你要用枕边细语也可以 你可以撒撒娇也可以 我告诉你 有的男人就是吃软不吃硬 你要摸透他嘛 你要帮助他 你要摸透他 他吃软不吃硬 你就给他吃软的也让他吃进去了 那他如果只吃硬的 你就给他吃硬的 听得懂吗 所以如果问我说 可不可以跟丈夫吵架 当然可以跟丈夫吵架嘛 只是看怎么吵嘛 只是看怎么吵 怎么吵 真吵假吵大吵小吵没问题 理直气壮的讨论 如果你先生能接受的话 你跟他讨论 或者你小小的生气 那今天的问题是 到底谁要为整个婚姻来负责任 圣经上说是丈夫要负责任 所以你必须把最后的decision给他下 当然你可以pre-set很多东西 到时候自然发生 他以为是他决定的 先生都在睡觉 你们没有听到 对不对 你可以弄一些东西 最后先生觉得说 嗯 是我决定的 其实你太太暗中插进去的 你听得懂吗 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那你不就是个帮助者吗 帮助者 你要知道你是个帮助者 你要帮助你的丈夫 做出正确的决定 但如果有一天 现在退到最后了 但如果有一天 你明白了他 他并不想听你的 或者他已经完全懂你的意思 他仍然要这样做 他仍然要这样做 你知道他的意思 你也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你的意思 你也知道他确定明白你的建议 他最后还要下自己的建议 你就让他下建议 你就让他做决定 因为只有他能做决定 你不能做决定 你做一个帮助者 只能这样啊 我是大厨 你是帮厨 我要这样吵 你给我建议 我听到了 我就要这样吵 谁是大厨啊 吵出来就这样子 失败的是我做才做不好嘛 会不会怪你 怪你那是我要怪你嘛 对不对 你并不会被怪到 听得懂吗 上帝非常公平的 所以做一个妻子 你可以这样建议 我结婚三十几年了 我前天刚刚过三十三周年的纪念日 三十三周年 刚刚过三十三周年 我上个礼拜在菲律宾 我去菲律宾回来 第二天去美国 已经回来了 我去菲律宾的时候 那天跟他们 就上礼拜天 我在跟他们讲夫妻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猜 你们猜 我结婚三十三年 现在还跟不跟妻子吵架 他们所有人看着我 第一我是个传道人 第二个看起来 我跟我太太感情非常好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我说 你猜我们还吵不吵架 他们没有人敢说 没有人敢说 我说 还吵 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你们还吵 那太好了 怎么会不吵呢 你知道吗 这两个是独立的人格 怎么会不吵呢 吵是吵的 但是 吵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热烈沟通的过程 对不对 但最后下决定的时候 应该让丈夫做决定 以后她要负责 这样姐妹听懂了吗 你说那顺服到什么程度呢 顺服到如同顺服主 你说那更做不到了 那更做不到了 我怎么可能顺服他 像顺服主呢 主这么好主这么棒 他这么烂 他这么差 我要顺服他如同顺服主 我叫你顺服主是因为 你当时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顺服主啊 没有啊 那我是没办法的 如果你是顺服主 嫁给他的 或者你相信 你们是神配合的 神就这么大胆的决定 把你嫁给这个笨猪头 你要怎么样 你要顺服主嘛 顺服主 不要顺服他 你要顺服主 因为你顺服主 你就只有顺服他 因为主要你顺服他 听得懂吗 听不懂 就显然你不够聪明的 你不够聪明的 还是顺服你的先生吧 看起来你的先生 还是比你聪明的 那天那两个夫妻来吵架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我就跟那太太说 你顺服你的丈夫吧 你们两个意见不一样 顺服他吧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我告诉你 我跟我先生 百分之九十都是我听他的 只有百分之十他听我的 哪里我没有顺服他 百分之九十还不够好的顺服吗 他问我 然后问他先生说你说对不对 他先生是真的说对 他先生不是被他逼的 他先生说对 他说其实 百分之九十都是照我的意见 可是百分之十照他的意见 他就跟我这样讲 我说错 你们两个都错了 你 我指他太太说 你是百分之百不顺服你的先生 他太太非常生意说 你凭什么这样讲 我说我凭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那百分之九十是经过你们两个讨论以后 你们两个的agreement 你们两个同意的 那百分之九十都是你们同意的 或者你的先生的意见 正好同意你的意见 所以你就听了他的 这不叫顺服 这些都不列入计算 有没有数学系的 不用数学系的 有没有稍微懂点逻辑的 我问你这百分之九十两个人讨论的agreement 拿开 这不能计算 剩下百分之十是两个人意见不一致的 我跟他太太说 在你们两个讨论完了以后 意见不一致的到底是听谁的 他愣在那边 所以我说你是百分之百不顺服你的丈夫 他一听 他说是这样算的吗 当然是这样算的 意见一致哪里有谁听谁的呢 意见一致就没有谁听谁的了 对不对 我们跟中国大陆讨论的事情意见一致 谁听谁的 没有谁听谁的 意见不一致呢 对不对 我们都不要讲了对不对 那意见不一致呢 所以我跟他太太说 你是百分之百不顺服你的先生 我告诉你 那个姐妹比我大十岁 她看了我 在看她先生 她先生看看他 然后就跟我说 没事了我们走了 她跟她先生站起来 就在跟我说一句话 她说李长老谢谢你 我今天才知道 我头一天知道 我是百分之百不顺服我的先生 顺服不顺服 是指到最后下决定的时候 不是过程 过程当然有讨论嘛 你做一个妻子的 你不用帮助你的先生吗 你不用建议他吗 你不用鼓励他吗 你不用支持他吗 你不用安慰他吗 你不用提供意见吗 你不用考虑他的状况吗 他从外面回来累了个半死 我告诉你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遥控器交到他的手中 让他看电视看半个小时 你不要去吵他 他快烦死了 你以为外面钱这么好赚了 他回来都快要疯掉了 你就把他 你最好买一个 就有一个房间里面 只有电视跟他 你让他看半个小时电视 他从里面爬出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 Better 你们可以开始讨论事情了 那你再敢把你的意见弄进去 最好是在电视里面放进什么东西 让他看了以为他自己想出来的 你是聪明的妻子 亲爱的姐妹 每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或许你会说很难 我知道很难 但是我告诉你 等你听了先生以后 你就会觉得你宁愿做妻子 OK 现在妻子请你们休息一下 我请先生 你醒过来了没有 孩子你刚才都没有在睡觉 都在偷听啊 我们现在讲丈夫的部分 我请丈夫讲 我讲丈夫的时候 妻子可以偷听 可以偷听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个帮助者 你必须要帮助他 他可能有困难 他可能有困难了解 因为按我结婚 知道的比例 妻子比丈夫聪明的 比丈夫比妻子聪明的 多很多 所以现在请帮助者 帮忙先生听 可是你不要教他 你不要教他 那现在请先生来念 请丈夫来念 请弟兄都来念 请弟兄都来念 我们读25到29节 大声念 好不好 预备 请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 舍己 要用水借的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惜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我请弟兄听我再念一遍 包括我自己在内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的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惜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好 我们把答案都写下来 妻子顺服丈夫如同依顺服主 请姐妹写就好 弟兄不用写了 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 第二 如同教会顺服基督 这是给姐妹的 你写下来 我给丈夫的 丈夫爱妻子 圣经说如同基督爱教会 第二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妻子是写如同顺服主 如同教会顺服基督 丈夫写的是如同基督爱教会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刚才读到姐妹或者妻子 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叫做顺服 当然我把顺服已经做了解释 对你来说 应该不太难了啦 应该比你想象的简单 你并不是没有空间 反而倒过来说 你空间很大 现在讲丈夫 丈夫空间太小了 丈夫几乎没有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做一个丈夫 圣经告诉我们 要爱我们的妻子 我请问你 圣经上全世界上最难的就是 什么 爱嘛 还有比爱更难的东西吗 还有比爱更难的事情吗 我讲的不是爱钻石 我讲的不是爱可爱的太太 爱 娶进来的时候都是白雪公主 没想到几年就变黄脸婆 不是吗 爱哪里有这么简单呢 全世界我们永远学不完的功课叫做 叫做爱 圣经要求做妻子的顺服 是被动的消极的 换句话说 当你做了一些努力之后 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只有顺服嘛 可是对丈夫却不是这样 做丈夫是要主动积极的爱妻子 我再说一遍啊 这里是所有的丈夫在这里啦 我问你 你爱你的妻子吗 爱吗 爱得像什么 爱得像什么 来来来来 不要太快回答 心里想一想就好 有时候要你们回答 你们也不回答 有时候要你不要回答 只要想一想 你又回答得好像真的一样 爱得像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主动积极的爱妻子 我告诉各位 圣经上对于我们丈夫的要求 说要爱妻子是有原因的 第一 因为妻子从你而出 她是我们的肋骨 哎呀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啦 你要知道肋骨痛 你很痛 可是很多人妻子痛 丈夫从来不痛 第二 妻子比你软弱 你一定不明白 但是圣经说的 妻子比我们软弱 什么比我们软弱 她是从我们出来的 她比我们软弱 她在情感上比我们软弱 她在灵里面 我告诉你 她比我们软弱 这是神做的 她一定比我们软弱 她在爱我们上面 比我们软弱 她非常爱我们 我们却不爱她 女人或者妻子注定爱丈夫 这是创世纪那里说的 我不要给你翻圣经 她说 你恋慕你的丈夫 那个是她当时把 果子给她先生吃了以后 她的处罚 就是恋慕她的丈夫 所以妻子爱丈夫不太困难 丈夫爱妻子非常困难 丈夫敬重妻子不太难 妻子敬重丈夫非常难 为什么 因为妻子在丈夫的爱当中 感觉到被尊重 丈夫在被敬重当中 感觉到妻子爱她 所以妻子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敬重她的丈夫 敬重换句话说 就是顺服 当妻子顺服丈夫 或者敬重丈夫的时候 丈夫就自然而然成为头 为什么很多丈夫 做不了头 是妻子不让她做头 当妻子并不把先生 当做头的时候 丈夫是做不了头的 当丈夫不爱妻子的时候 妻子是没有办法顺服她的 圣经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面 提到这件事情 我们刚才提到 丈夫是最后做权柄的 最后做决定权的人 她一定有被要求一件事情 如果我是最后做决定权的人 如果我是最后有权做决定的 我问你 那个被我决定的人 怎么样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我 被我下的决定 来约束呢 我告诉你 那就是我必须对她有爱 我如果对她没有爱 她绝对不会听我的 妻子是最明显的 国家也是这样 什么时候老百姓觉得国家爱我的时候 他为国家肯牺牲的 什么时候老百姓觉得国家不爱我的时候 你有多大的权柄 你继续征你的税 我就讨我的税 你征你的兵 我就讨我的兵 你要下什么决定 你下决定 君王如果是臣民如小偷 臣民就是君王如强盗 我这是翻译过的 所以只有爱 我现在在讲 不在讲国家 我在讲丈夫 你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在讲丈夫 Are you here? 你有没有在听 你唯一让你太太顺服你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什么 爱他 爱他 什么叫做爱他 你有没有想过他在想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他需要什么 这里说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然后说毫无玷污纹等类的病 你连香水都不肯给他买 乳液都不肯给他买 难怪他有玷污纹嘛 他想要的你又不给他 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爱的时候 不是你爱他 是他感觉你爱 听得懂吗 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 20年前 他们两个结婚 我给他们征婚了 过了不久他们两个找来了 跑来找我 他说我先生爱的我受不了 我说啊 爱的受不了的这种事情啊 我说那不是很好吗 他说你不知道 他现在是学医的 他说我先生说 他说女人最适合吃的水果叫做小番茄 他说呢 所以我先生呢 每一次就叫我吃小番茄 可惜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吃小番茄 他现在就跟他说 你吃你吃你吃 不管你喜不喜欢吃你吃 对你非常好 你知道他太太说他太爱我了我受不了 我纠正他这不叫做爱 这不叫做爱 他太太也跟他说 跟他先生说 他说我告诉你 我吃这个你认为对我身体好的东西 因为我身体很不舒服 我很不喜欢吃 我很生气 抵消的结果 可能吃小番茄对我还是有害的 听得懂吗 这不叫做爱 爱不是以我为中心的 爱是以对方为中心的 他感觉什么叫做爱 有一对夫妻来找我吵架 吵架 请我们两个去吃buffet 好叫我们可以在轻松而缓和的气氛里面 能够解决他们夫妻的问题 他们很多的问题都不讲了 有一件事情他太太跟我说 就跟我说 我跟我太太去 他就跟我说 说我先生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买花给我 他先生说买花要干什么呢 他太太说我就是喜欢花 我告诉你比我还大 差不多将近十岁 他说我就是爱花 他先生说花剪下来就死了 你为什么不让它长在野地里面呢 他带来说那不关我的事嘛 我喜欢送花 我喜欢被人家送花 人家一送我花 我就感觉到很高兴 他们结婚将近三十年 他先生从来没送过他花 他先生说如果你要送钻石 我可以送花 我有困难 我就跟他说你哪根筋不对啊 你送他钻石要花这么多钱 你送他花不就解决了吗 他先生说问题是我不喜欢花 没有人问你喜不喜欢花好不好 是他太太喜欢花 这样子 后来我把他骂一顿 他就说好了好了好了 我说我真的觉得你很怪 你不是收入很少的人呢 你不是收入很少的人 我跟他说我要是你 我就到那个花店里面去订花 每天给我送六百到一千块钱的花 每天送听得懂吗 然后把它插出来 每天送不一样的 然后上面都是要插一个牌子 对不对 写亲爱的什么 然后写一段文字 然后下面写一个落款 对不对 我说叫他去抄情书大全 随便他抄 反正给他送去就好了 你知道他太太怎么说吗 我就要这个东西 他亲生说我明白了 我就跟他说你明白没有用 你做不做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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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就去拿菜 拿菜 讲完了我们两个去拿菜 我就跟那个弟兄去拿菜 我就心里很高兴 今天我饭也没白吃 对不对 总算好事做一桩 对不对 做到这边拿菜的时候 拿拿拿拿 走来走去走来 后来他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你觉得我真的需要买花吗 我告诉你到现在他还没有送花 我不能说他不爱他太太 我只能说他按他自己的方式爱他太太 他太太没有感觉 I'm serious 我是很认真的说这个话的 他没有感觉 他太太没有感觉 你为什么不能照他的方式爱他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爱都是要按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我这样爱你 丈夫要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生子 你要体谅他 你要体会他嘛 来 你们看我 你们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几十年的会友了 我问你们 你们很少看我穿西装上来讲道 对不对 You know why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怕热 即使是非常正式的场合 有的时候领会都穿西装了 我就没有穿上来 可是我每次都带来 然后我每次都先穿着 等到要上来的时候就脱下来 我就表示我有穿西装来 你听得懂吗 那我为什么不穿西装上来 因为我很热 有时候淑青也穿西装上来领会 陈时丁是每次穿西装上来领会 红昌是穿的比较casual的西装上来领会 就是讲原始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怕热 我通常一个礼拜如果讲到三次 我里面内衣干了 撕了又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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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我才回家 所以我就 如果这西装再穿起来 我就受不了了 你看我多体贴我自己 我宁愿让你们看得不太顺眼 没穿西装 我才懒得理你呢 我爱我自己 我什么时候这样爱过我的太太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丈夫跟妻子 婚姻如果出问题 丈夫你不要生气 我也把你稍微抬高一点 我告诉你你要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责任 你不要告诉我 我妻子多么的破拉 我妻子多么的不听话 因为你是头 因为你可以爱她 姐妹都不要回答我 都不要回答我 我只是问你一个问题 你心里say yes or no就可以了 我问你如果你的丈夫 像你这样 像你所期望她 爱你的那样爱她 你会不会顺服她 不要回答 如果你丈夫 爱你像你所期望那样的 合理的 你自己要合理 你不能乱来 合理的这样爱你 你会不会顺服她 一定会的 因为当你在跟她沟通的时候 她就会因为爱你而想到你很多的立场 所以她就容易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那么你就很容易顺服她了 甚至不需要顺服她 因为你们已经达到一致的看法了 所以百分之八十在丈夫的身上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非常生气 因为我跟我太太意见不一致 那时候很年轻 二十几岁 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告诉你 圣经上有说 圣经上说 妻子要顺服丈夫 如同顺服主 你知道不知道 我太太说我知道啊 我太太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有些人你们认得她 她非常的冷静 她就坐在那边看着我 她说李贤 她说你知不知道圣经上还有一处经文 说丈夫要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我说我知道啊 我说我知道啊 她说那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是基督先爱教会 还是教会先顺服基督 我说我知道啊 我说我知道啊 从此以后 我这三十年来 我从来没有要求她顺服过我了 never 因为如果 基督 爱教会 爱到为教会舍己 到今天两千年后了 教会还很少顺服基督 基督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爱 做丈夫的 不要考虑你妻子有没有顺服你 你应该问我有没有爱他 盼望今天这个信息 让我们也学会我们跟配偶的关系 衍生父母子女的关系 衍生我们的人际关系 最主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跟神argue一些事情 可以跟他吵架 可以跟他闹闹小脾气 这都没有问题的 可是到最后 上帝是最后的决定者 我们顺服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以福所出 这段不容易懂的经文 我们恳求你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或者今天参加聚会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懂得明白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